我自己做阿玲是我要努力一點 就是也是會成功跟我網路網看一下 謝謝 謝謝我們的阿玲 網路這個網路平台非常大家都很想要通過網路 能夠有很好的一些行銷 但是現在健康的話題有很重要 吃了很多東西跟健康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有一個Mr.Rice 他是做有機農場的 像是講到有機大家很有興趣 因為健康是不是很重要 你看是不是每五個人就會有一個人癌症 所以我想大家對這種健康的話題都是非常有興趣的 我們讓我們的Mr.Rice來跟我們聊聊天 歡迎他 你好你好 大家好 好 上一個禮拜 我不小心得到一個名號 叫做Mr.Rice 米先生 因為呢 我在做米的幹細胞 剛剛遇到蔡大哥 他還是在做幹細胞的 人體的幹細胞 我跟他做的是一樣 所有的生命來自於幹細胞 沒有幹細胞嗎 這個沒有辦法再生 沒有幹細胞嗎 沒有這個胚芽 你沒有辦法再生 我做的 我是核豆有機農員 這個胚芽就是我手上拿的這個東西 這個胚芽能夠使人啊 這個裡面的能量很充滿 為什麼說呢 因為這個胚芽是從有機栽種 有機自然生態農法栽種 然後種的稻米呢 經過日曬以後 吸取太陽的能量 然後曬完了以後 馬上進入冷藏 保存非常的新鮮 現在要粘米的時候啊 才從這個 呃 非常高級的粘米機裡面啊 把稻米最營養的第三層 胚芽把它粘下來 那這個粘下來的胚芽啊 再經過極速的冷凍 極速冷凍 所以呢 這個極速冷凍的胚芽 之後送到低溫烘焙 也就是全省啊 在低溫控制的一個過程 使這個胚芽的能量 一直保存 使這個胚芽在有機摘種 的那個甜分啊 完全保養 所以一般人都問說 這個胚芽有沒有加糖啊 沒有 不需要加糖 有機摘種的東西啊 只要經過好有日曬了以後 它的胚芽會特別的甜 這個就是我在做的這個稻米 我種的稻米本身是在 從有機自然農法的一個角度 去跟蹤 那很期望這個胚芽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 最近啊我在做健康管理 我發行一樣事情 你們有吃過這個蛋白素 我相信在場很多人都吃過蛋白素吧 嗯 我認為蛋白素呢 遇到胚芽 會遇到另外一個春天 同樣的 胚芽 遇到蛋白素 是會瘋狂的 哇 為什麼說呢 因為 我以前啊 這個胚芽 就泡著熱開水喝 我就覺得很好喝了 可是呢 當我加上蛋白素的時候 然後我發覺天啊 這個原來胚芽可以這麼好喝 所以胚芽因此瘋狂 哈哈哈哈 但是 我也在做健康管的這幾天啊 我單獨吃湯白素 加這個軟鈴脂 我發覺 很奇怪 好像這個 要 要攪拌很久 然後 在吃的過程中呢 欸 確實很 很有香味 可是我在加上胚芽的時候 我發覺 欸 蛋白素也可以這麼好吃 所以 這個是一個 呃 蛋白素遇到了春天 那胚芽呢 因此 產生瘋狂 我期望 大家待會兒啊 有機會來試一下 瘋狂的滋味好嗎 好 你們有帶這個 呃 蛋白素來嗎 待會兒你們可以加一點好不好 好 我每一個人 給你們加一個小湯匙好不好 好 好 那 我的報告到這裡為止 呃 假如有需要PR的人 呃 待會兒 呃 我們會後再說好不好 好 OK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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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Mr.Royce有沒有 哇 每個人都來拿蛋白 有拿蛋白素才可以領 對 哈哈 你知道嗎 你拿其他的粉末是領不到的喔 喔 要拿蛋白素才可以跟我們 Mr.Royce領這個配啊 對不起 也可以加在飯菜上面 假如你們沒有帶蛋白素呢 因為今天很難得有POWER LUNCH 所以POWER LUNCH 自然可以加在飯菜上面 哇 不好意思我為你們找到另外一個出口啦 哈哈 哇 他人真好 你知道 我說沒有蛋白素不能領 他馬上說有飯不能領 馬上就有飯不吃了 等一下拿飯來領齁 好 OK 好那我想剛剛是不是講到這個有機很重要齁 那 每一個人都都希望很健康 我們今天有來一個也是東北姐齁 那 他今天比較緊張啦齁 但是沒關係他有帶他豆漿讓大家試喝 所以待會等一下 大家也可以試他的豆漿齁 他的豆漿是哪裡來的 欸 義大利的豆漿齁齁 加拿大豆漿齁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品嘗他特別帶過來的 這個有機豆漿好不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到我們 台學 欸 高雄齁 台學道理事會這個 會長對不對 理事長齁 這個來跟我們聊聊 我想齁 這個為什麼我們 希望小孩子健康會去學這個跆拳道 然後甚至我覺得在整個社會平台裡面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怎麼樣 欸 有能力有能量去幫助別人 那我想這個理事長很棒齁 這個 讓他來跟我們介紹一下聊聊齁 我們歡迎我們這個武理事長好不好 我們熱情歡迎我們的武理事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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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先生小姐 小姐 站的比較多 小姐是 跑二 比較強 那我先介紹我自己一下 我姓吳 叫良平 金良的良和平的平很好近 公平公正 我的名字很好近 那我現在移民在南非 移民在南非 但是 我台北就兩天跑 目前在從事 好生意 讓小孩子來管理在南非 讓小孩子來管理 我從事 跆拳道 這個跆拳道 大家應該都 有小孩子應該都 有在學台領導 那主要就是 我這一次 來是這個議事長 我是協政總會 就管理協政的這部分 那也是台領導協議的護理事長 這一次 好 我 就是要出來說這個議事長 為什麼 我的理念是怎樣 因為每一個小孩子從小 他練到大 每一個月會 太貴 報名的真的是太貴 一個月平均 我算起來到一萬多塊 那你假如說 擔心家庭而已 我們有錢的 OK啦 明信的話 真的是 他不曉得 你知道沒錢的那一種果物 那個才是我們感受得到的 那就是要照顧這些學生 這些教練 還有一些基層的那個 不管是他們年紀 以又大了以後 我們怎麼來照顧他們 這是我比較注重 今天就是 其實 我以前也做過案例 差不多30幾年 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還年輕的時候 跑去拍電影 所以就沒有做案例 然後 到後來就是從事生意以後 來 去到南園 所以我的例子 這個人是很轉變的 然後 現在因為 研磨 我不敢說我賺很多錢 但是我就是 這六七年來 我從事在這個 台形道界的話 我是從小的地方 全部都在跑 我兩個月可以跑到六十 差 好 那你應該 只是高鐵子都不要 相信就 就好 我們很多 再來贊助什麼 我就是從這裡來做起 現在很多人 都有這個共享 但是 但是 因為 目前才能到協會 是掌控在那幾個人的手上 那就是 你要改革 我們不要說改革人家 我們就好 要再好 但是 還是 還是 我們這邊 來幫忙一下 所以說 暴兵 暴主權支持 任何人都會暴兵 要對 我們國家的認同 我的目標就是 往世界 讓我的小孩子 才能到我們世界 知道我們台灣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本身也是 有在世界在跑 世界上位 我也是很疑似 但是 我感覺這個念樣不夠 人家不認識我 台灣 只是我們幾個人知道而已 有一個地方知道 但是 還是不知道 我們台灣 有這麼好的選手 有這麼好的 台人道 所以希望 大家 能支持一下 幫幫我拉拉票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 胡理事長 我們最後一位 他一定會當選 好不好 我們要給他 他兩個是動蒜 好不好 一二三 動蒜 各位這樣知道嗎 一百多人跟你講動蒜 你一定會動蒜 有沒有 謝謝我們這個 未來的這個 這個 理事長 不是未來的 純理事長 好 OK好 那剛剛有沒有喝到 我們很好喝的豆漿 有 有沒有覺得很棒 來這邊真的太棒了 對不對 對 也有豆漿 等一下還有咖啡可以喝 好 等一下一個店長 特別把那家店關起來 把那家店的咖啡 帶來今天給大家十喝 所以大家堅持到最後好嗎 好 這樣了解他 好 那我想接下來 還要我們這個 重新智特別來的 這個智隆 等一下他有帶 黑咖啡跟奶茶 好啦 那大家等一下就 應該不要去外面廣告 不然全部人都來這邊領了 好 那接下來 這個看到老師 是不是覺得氣質很重要 對不對 對 那看到老師旁邊的署名 我們是不是也覺得 氣質更重要對不對 對 我們看禮拜天有一場訓練 是不是講到署名 對不對 他現在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 好 因為他的故事 什麼故事 一雙鞋子 什麼 一雙鞋子 對 一雙鞋子的這個故事 而且你看 你看 我們 都是 我們都是去跟別人 嗨有沒有 結果我們署名 是跟王老師 嗨有沒有 我想這個署名 他本身一定很有福報 那你到底看到他 氣質美 又漂亮人 又可愛 真的 而且他本身之前開過 英文日文的 西班嘛 對不對 現在還在開 哇 所以我覺得實在太棒了 好 那我想讓我們的 我沒有訂 來跟我們聊聊天好不好 要不要認識一下他 好 讓我們的署名講講話 來